市面上一般保暖产品 都是以多添衣裳的被动式保暖方法 但是穿得太多衣会影响灵活度 长者更加会增加跌倒的风险 老人家身体机能下降 血液循环比较差 在天寒地动的时候 令老人家不想出街 以至减少社交活动和缺乏运动 逢发即造有限公司 及职卵有限公司共同研发的 暖资绩为长者提供了最贴心的选择 创新产品不单止油人性高 而且更可以提供外加支撑力 是一款舒适穿戴性 个人化发热产品 还可以作为简变的业敷方案 究竟这项神奇发明 怎能令大家的日常生活中受惠 就等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 暖资绩智能发热针绩 是一个与其他发热方案不同的计划 它有一体化的签试技术 而且具有独特的透气性 和柔软性 要用低电压 在伸延布料里面倒电发热 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电流会随着布料的伸延 导致有不同的变化 和一般的电路设计的参数是很不同的 初期我们因为没有任何的参考数据 所以只可以透过不同的尝试 去进行改良 同时间由于新的物料 和一般的布料一样 会出现一些勾丝的情况 所以我们要确保这个专利方案 在导电纱线断或扩动时 会继续导电发热 才可以确保产品的内容性 因应每件的产品 我们会有作出不同的原料配搭 甚至乎可能里面的发热模组 会相对应异整 令到我们可以重新做一次新的研发 一般的叶肤产品 都比较坚硬 和有一定重量 而且还有位置的限制 可以随时随地使用 我们的研发正正颠覆了这个框架 它又柔软 可以屈曲 还有弹性 而且纤、巧、轻薄 可以重复使用 因为暖枝织的布料是真正的透气 而且针织的结构可以具有柔韧性 所以可以完全包围处理关节 有助缓减痛症和关节不适 体感是一个很个人的感觉 软枝织作为个人化的温度调节 我们有温度调节和定时器 可以配合穿戴者的喜好和调教温度 也有恒温记忆设定 令到升温可以很简单的个人化 除了可以由天式带上 简单控制器上操控软枝织之外 还在个人智能电话应用程式上操控 有助家人或照顾者 对于用家穿戴的时候的调置护理 对于我们逢发枝造一页公司 能够在2020年进驻科学园 对我们来说一个很大的鼓励 当然令到我们在研究路上 得到很大的方便和很大的发展空间 我们希望在不久将来 继续以仿织基础和科技互相配合 再创造出新的产品和新的法力 奖项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认同和鼓励 特别是这个这么有分量的大奖 我们会继续智力研发 能够提升使用者的生活质素的产品 未来我们会因应个别的用家 进一步设计和改良我们的程式 令到我们的专利研究 可以更加有效地帮助大家的日常生活 改善生活质素 暖知迹的诞生令很多人能起日常生活受惠 简单易用特性令市民可以随时随地保暖保健 无助长者外出 令老人家可以多增加同朋友共聚的机会 提升市民的生活质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